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你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活迹 弟兄姐妹听安 非常高兴在今天的活迹节目时间 再次跟你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我们从上次节目时间开始 再探讨一个新的主题 就是信妄爱当中的妄字 我实在是盼望能够通过这个主题的探讨 使你的生命有一个全新的改变 或者说你对生命有一个全新的看法 在上次节目时间我给你指出了 基督徒的生命有三样长存的事物 就是信望和爱 那跟着我们也看过每一样的特色 信心产生工作行动 没有行为的信心那是死的 所以信心的特色就是行为 那然后爱心产生劳苦 就是为别人而辛劳 甚至是付出牺牲 献上自己 爱不是袖手旁观 只顾高谈阔论 爱乃是有实际的服事 要付出劳苦的 这是爱的特色 那么盼望所产生的就是忍耐 忍耐和不屈不恼 那这是三样长存的事物的特征了 信心产生工作 爱心产生劳苦 盼望产生忍耐 坚忍和不屈不恼 而如果我们缺乏了坚忍 我们就会失去了爱心和信心 所带来的益处了 好上次节目时间我给你指出 盼望是重生的直结的一个结果 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 第三节 圣经这样跟我们说 愿宋詹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原来重生可以带给我们 有活泼的盼望啊 这不是一些死的神学或者是理论 而是活泼的 使人振奋的期望 而这个盼望 是基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 所以我们才有得胜的盼望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得胜的盼望就胜过了绝望了 那另外 我们在上次节目也看过了 盼望要等到救恩完成的时候 才得以完成 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 十三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那因此我们必须要坚定不移的 持守我们所有的盼望 直到耶稣再来显现的时候为止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的盼望才能得以完成啊 那这是我们盼望的焦点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信与望的关系了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基督徒都会混淆了信心和盼望这两件事 信和望 把望当信 那简单来说吧 我们可以这么说啊 信心是关乎现在的 而盼望是关乎将来的 那如果你有的是信心 那只是关于将来的 那你就根本没有信心了 你所有的 那只是盼望而已 而不是信心 有时候我们就问某某人啊 你相信神能做这件事吗 他说 我相信神将会做这件事 那他的语气呢 说出他实在是在盼望 或者说期望 而应许信的结果 那并不是说随着盼望而来的 其实信与望这两者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彼此呢 是不能够互相取代的 也就是说不能代替 现在我们来看看信心的定义 好吧 那这是包括了盼望在里头的 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绝具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我们应着信 就知道诸世界是件神的话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 造出来的 那这几节经文呢 有很重要的句子在里头 第一 信心是一种实体 实质 而不只是一种理论 或者什么神学 或是教义等等的这些东西 你可以拥有一切的理论 教义知识 而没有信心 那但是信心却是一种实体啊 它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一个基础 或者是某一件事的根基了 这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因此盼望必须建立在信心之上的 而信心的基础 却是看不见的 信心最终的根源 是神的话语 信心承认一件事实啊 那就是宇宙是借着神的话语而造成的 那因此我们所看见的事物 并不是从可见之物造出来的 所以信心是基于那不见的 神永恒的话语 而盼望却是基于信心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信心是关乎现在的 信心是一种实体 是我们现今就拥有的 但是盼望却是基于信心 以信心去遥望将来 我们不要把两者给混乱了 那因为只有基于信心的盼望 才能够产生果效的 而信心呢 这是基于神的话语的 所以总的来说 信和望的最终的基础 都是神的话语 很多人都以为啊 他们拥有盼望 他们也用盼望这个词 可是这和圣经所用的盼望 并不相同啊 我们只能在讲到 圣经那方面意义的时候 才能够用盼望这个词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指的这个盼望 是间接在真正的 现存的信心这个实体上的 那么至于其他一切 所称为盼望的 都只是个人的一些希望 或者是既望而已 那可能会实现 但是却没有保证的 但是基于真正的信心的盼望呢 是唯一有保证的盼望 是必然能够实现的 所以让我们要记住 信心是目前的 是一个实体 是关乎现在的 而且它是基于那 看不见的神的话语之上的 至于盼望呢 那这是基于这种信心之上的了 只有基于真正信心的盼望 才能够保证可以实现 那其他任何的盼望 都只是希望和既望而已了 那所谓盼望 根据我个人对圣经的了解 就是一种安详的 充满信心的期望 盼望同时呢 是安详的满有信心的 在讲到盼望的时候 我就想特别强调 下面的这件事 那这是一切真正的盼望 它最终的焦点 都是耶稣基督 从荣耀当中再来 保罗在提多书的第二章 十一节到十三节 他这样说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钱的信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首 公义 敬钱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治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在这里 最后的一节圣经 可以说解释了前面所讲的了 我们所等待的 是有福的盼望 这有福的盼望 就是所有基督徒最终的盼望 是从今生一直延伸到将来的 这有福的盼望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 智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那你要注意了 保罗称耶稣为我们智大的神 那么耶稣基督的显现 这伟大的盼望 在现今的世代当中 对我们的生命 到底有什么影响 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我们回到前面保罗 所说的话里去 他说啊 神救众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 那注意这里所说的 是恩典教训我们 那可见这恩典是蛮有权柄的 那么他教训我们什么呢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首 公义敬虔度日 那为什么我们要依照这个教训 去过我们在世的生活呢 因为我们正等待一个新的时代 等待着耶稣基督的再临 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这样到主再来的时候 才不至于羞愧呀 因此这个盼望就促使我们 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了 那这是西约圣经告诉我们 过敬虔生活的一个最大的动机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 第三节那说 凡向他有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你看呢 原来这个盼望是引领我们去自己 他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那当然了 这个盼望必须是真实的 是基于真正的信心而有的 存这样盼望的人 就能够洁净自己 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世自首 公义敬虔度日 那这是耶稣基督在荣耀当中显现的盼望 所带来的头一个影响了 那第二 当我们有了这种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时间的这个捆绑当中释放出来 我们不再受到年日的短小或者是短暂所限制了 我们所期待的是那永恒的将来呀 我们不再像别人那样的 受到今生的苦难灾害所影响 或者受到时间空间环境的好坏 情绪的好坏所影响 他们没有可期待的 他们受到今生短暂的日子 一切的际遇所限制的 所捆绑的 但是我们却有荣耀的盼望 今生的日子 不过只是为了将来预备的一个阶段而已 所以说 我们在今生的时候 要用神的话语 不断的装备我们 有圣洁的生活 然后才能够迎接那我们盼望的最后的日子 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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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